寺院是供奉佛像和僧人修行的地方 也称为截篮 寺院中的许多细节 陈设 有些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也蕴含着佛法的内涵 今天让我们亲近一下 欲佛禅寺中 那些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吧 观音菩萨乃是四大菩萨之一 象征着大悲 涅槃金云三世诸世尊 大悲为根本 悲指的是诸佛菩萨 悲女一切受苦众生 长思救苦 令其安乐 悲也是观世音菩萨称名的由来 法华金云 无脑众生 一心称名 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拖 以世名观世音 我们四里观音殿内共同这一尊 明代庭祝观音圣像 圣像所批一宝 清柔和顺 其上赞满花容 精明分传 观音菩萨圣像 完代相圈是音乐 严是音乐 流光溢彩 慈悲宝像 微微装盈 菩萨双掌 叠放漆头 锋刃光滑 柔软如意 犹如相比婉转 我们从观音店内出来 便可看到右侧的大悲见 大悲殿内供奉着一尊六臂的如意能观音圣像 是观世音菩萨诸多形象中的一种 这尊如意能观音圣像 庄严俊美 慈悲温暖 六臂的动作或所持法器 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像脱塞思维 意为敏念众生 如意宝珠 则表示满一切愿 手持念珠手 则为度一切苦 暗光明山 欲为心无动摇 手持莲花 则表净除烦恼 切如意伦 意为宣说正法 现在呢 我们来到大雄宝殿的后侧 海岛观音前 海岛观音俗称望海观音 我们生前的观音圣像 赤着双脚立在阿吾身上 左边四立着 双手朋友宝珠的龙女 右边有像观音音 何时参拜的善才童子 观音音菩萨 手持阳之净水瓶 瓶内装有甘露水 用于救人百病 表现出辅助众生的风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